苹果公司帮助债券市场恢复 再发120亿美元新债券用于股票回购 在今年开始的阶段 债券市场充满了挑战 但之后恢复了两个星期的瓶颈 苹果公司本次活动是其2013年以来 第五次为市场提供10亿美元以上的债券 这是2016年以来的第二大债券发行 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计划销售120亿美元的债券 分为9块 期限为2年到30年不等 这一消息的发布似乎给市场带来了动力 唐纳德·埃伦伯格说道 这看起来还是可以提供吸引力的 随着对全球经济健康状况担忧的加剧 在这一周之后 苹果公司在股市开盘后选择了发行新的债券 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和丰田汽车信贷公司 以及其借款人都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者 而马特·布瑞尔对于这一消息则说道 每次我们在市场中看到这样短暂的平静之后 都会出现积极的恢复 你看到这样优质的公司的名字的时候不是巧合 今天所看到的都是有着很好的比率的公司 苹果公司的股价在消息发布之后回升 但此消息的发布并不足以支撑 因为iPhone制造商供应链问题所带来的重创 尽管存在着积极的一面 但是一些分析师还是担忧 最近几年的债务问题 让一些公司在回报投资方面越来越困难 这也就显示了很多公司 在减低其债务灵活性后 适应经济的衰退 穆迪投资公司表示 从现在到2020年 美国垃圾公司债券将会有9470亿美元 该评级机构还说道 他们预计较弱的再融资条件 将会使评级较低的公司 更难进入到资本市场当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莫妮卡吉普森 稍后上梅雷迪斯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